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教师,郭伟 我们今天主讲的内容是2022年一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与实务的教材金讲办 从本讲开始,我们将进入到正式复习 从第一大章市政公用工程技术平台 开始我们第一节城镇道路工程相应考点的复习 那在我们讲解之前呢,和同学们解释一下 基本上每一年一键金讲的课程 我们都是站立式的高清大屏的录制 我们也是站立式的讲课 那么怎么到了今年,我是坐着讲 对着电脑屏幕进行录屏的教学呢 有个特殊情况,时至今日 虽然同学们可能从新闻上了解到 上海的风控正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但是我现在仍旧在上海,仍然是逐步出户 小区的风控呢,观点还是很严格的 还没有到解封的时候 本来呢,在前景,我就已经搭建了自己的陆克棚 目的就是为了我自己陆克方面 目的就是为了不出差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疫情的干扰 谁知道现在的疫情严重到 就在上海市,我自己的陆克棚都去不了 光在自己的小区没有办法去陆克棚去录高清大屏 所以我们现在呢,在教材上市以后 我们教材金讲班就得更新上线了 垫在弦上,不得不发 很多同学摩拳插掌,准备开始进入复习状态了 所以我们的金讲班也不能再等 要及时的更新,及时的上线 所以我们先讲课 我们的金讲班先开始复习 等到真正的解封,我能够出小区 进入到我自己的陆克棚 我们后续的课程,再以我战略式的 高清大屏的录制方式和大家见面 所以我们现在先以录片的形式 先以电脑录屏的形式带着同学们进行复习 目的啊,就是为了不耽误同学们复习的进度 保证同学们复习的效率 和往年的习惯一样,我们进入第一大章的技术平台 先从第一节城镇道路工程的复习 这部分呢,我们每一年都喜欢先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技术平台呢,有七节 而其中考点比较多的呢 集中在前三节道,也就是道路 桥,桥梁,岁,也就是我们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还有第五节,城市,管道工程 所以我们的道桥,碎管,就是我们第一梯队技术类的考点 而第四节,水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处离场站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倒不是说不重要 但它考点数量少,分值相对就比较低 因此呢,要排到第二位,排到第二梯队 这样的话呢,就已经是道桥,碎管前四节 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 属于第一梯队,第四节水池呢,属于第二梯队 那么还剩下两节目标,一个是垃圾填埋,也是我们阿尔版教材 今年变动比较大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第七节,监控量测 同样也是我们今年变动比较大的地方 那么它在今年的地位 还是第三梯队 相应的分值不会高,好,案例的可能性也不大 尤其属于说过了,是不会吧 今年的教材变动,第六节和第七节 变动非常多呀 我们看阿尔版教材主要的变动,主要的增加 都在第六节,垃圾填埋和第七节 监控量测上,难道不是重要考点吗 从来都不是 我记得2018年那年教材大改 对于我们第三节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顿购部分 加了十一页 当时我就说这十一页不会咋考 果不其然时至今日 它也没怎么考过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新教材 改动特别大的地方就一定会多考 而是要看它章节考点 本来的性质和地位 从它本来的地方来说 垃圾填埋和我们的监控量测考的就比较少 再加上我们是一个项目经理的考试 它不是测量员 过于测量,过于专业的考点 写在我们的教材这里 只是为了更新 对于考试来说 没什么功效 可考性仍然很差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不建议同学们多花时间 我也不会去做过多推荐 当然了,值得考的 能考的 我们不会漏 这些增加的改动的考点 我都会体现在我们今年新的讲义当中 那么我们从第一大章第一节 道路工程开始学习的时候 这部分改动并不多 但是有 跟着我们这份的复习 同学们就了解到我们新教材 对于我们整个考试的影响 到底有多少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一幕 讲一讲城市道路工程 城镇道路工程机构与材料相应考虑 我们先来看第一幕的第一条 城镇道路分类与分级 直接我就推荐汉字二 城镇道路分级 我希望我这第一讲开讲的话 同学们就能记到心里去 同学们日后不用去浪费自己 经济办宝贵的时间 你有的同学会问我 郭老师,汉字一哪去了 或者有同学会问我 郭老师,比如说 那第一幕的第七条去哪了 你怎么不讲了 我们不讲的 代表我们不做过度的推荐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保证 同学们经过我们的金讲班 能够拿160分的满分 或者能够考到152分的高分 很难 同学们要切记满分或高分心里 因为我们一级是要通过四门课的考试 同学们要均衡合理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实行 要均匀分配 所以我们的目标呢 当然是卖到极客线以上 可是刚过96 是不是能够那么巧啊 不一定啊 160分的卷的60%合格 那不是每一年的极客线 除了14年那年比较特殊以外 每年极客线都是96分吗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刚巧越过 那不可能那么准是吧 所以我们要打一定的预量 要一定的荣余度 我们要向着110分乃至120分以上的目标去迈进 那没问题 但是要到145分以上的高分 那个时间要花得更多 那就会影响同学们其他科目的负责 所以同学们你要知道的是 我们要有一些科学合理的战略性的放弃 这种可考性比较差 非常冷僻的考点 三五年也不考一次 我们不看也罢 所以希望同学们不用浪费时间问我 郭老师你这里怎么不讲 你这里大前年讲 你今年怎么不讲 我们当然会有选择 我们的课题会更新 会根据我们应考的方向 命题的趋势和规律去进行调整 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很可能有的小点 我去年讲过了 我今年就是不讲的 但是我今年讲的点 也会增加去年没讲过的地方 这很合理 所以我在开讲的第一讲 先和同学们续道一下 同学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 我教学的习惯 比如说这里 第一目第一条的汉字一 我就不推荐 不建议同学们看 我们来看汉字 城镇道路的分级 这部分主要考选择题 案例题的可能性没有 首先 因为我们的道路设计规范没有变 所以这段的文字当然不会变化 初分考虑到道路在城市道路 广网当中的什么 这些词 就是可以考多选题的地方 我画黄体字的地方 代表预测它可能是答案 根据什么 根据地位 交通功能 还有对沿线服务功能的基础上 这是划分的依据 沙腾可以考多选 然后划分为哪四类呢 注意啊 快速路 主干路 四干路 支路这四类 这四个等级可以考多选题 然后紧跟着能够考一分的单选 怎么考呢 就是关于这四个等级 每一种路 它相应的特点是什么 感容易考一分的单选 比如说快速路 看它的名 你就知道 行车在上面的速度快 又称之为城市快速 速度快 保证快速通行 目的 目标 希望连续不间断 所以它往往没有灯控 在我们路口交叉的地方 往往是利交 而不是平交 目的就是为了快速通行 所以它的标签 要完全为交通功能服务 为了把这一分的单选的分数拿到 你就给我记住这个关键词 完全 解决大容量 长距离快速交通的主要道路 我们给同学们看的图案 举的是各城市 比较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南京 它有快速内环 这典型快速路的形式 再比如说杭州 这个彩虹快速路 但包括我们说北京西外大街 你能看到交叉的地方是利交 这个以前在高中学的这个立体几个 叫个异面直线 它不相交 不交叉就不会拥堵 就是为了保证快速通行 这也是快速路的一个典型形式 好 接下来到了一个主干路 主干路的用词就变了 不是完全了 叫交通功能为主 如果记住这个标签 一分 一分的单选 为主啊 单选我们就选主干路 它连接的城市各主区分区的这样的一个干路 这一个主要分区的干路 是城市道路网的主要股价 这也能处体 你要说道路网的主要股价 单选一分 我们也选主干路 这个主干路 常常有同学问 和我们的快速路最大区别是什么 倒不是我们整个道路 不是我们所说道路的宽度 我们有的城市主干路 它车道根数也很多 它的主干路 它的道路宽度也很快 有的甚至比局部的快速度还快 都有可能 所以主干路和快速度的主要区别不是道路快路 主要应该是车型速度 明显快速度就更快 那么快速度怎么更快呢 它往往是不实行灯控的 而主干路 它往往是需要灯控的 一旦你要看星红灯 看星红灯 你红灯就要停了 停下来的速度就慢了 而且往往在交叉路口 它是平交的形式 那相互只有交叉干扰 那它速度就更慢 因此我们说主干路和快速路 我们进入量放大它的区别 目的是让同学们理解 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形式 好 接下来 马上我们再来看一看 实物的图片 实景的图片 你看 它又有灯控 同时呢 我们说在这个主干路的这个位置上 你看它车道的数量也不少 车道也很宽 所以它和快速路的主要区别 不是在于我们车道的宽度 主要是车型的速度 或者说 我们把它典型的 更提炼的精确一些 看它有没有灯控 绝大部分的快速路 是没有灯控的 但是主干路 主要是有灯控 来调节交通流量 那么这里我们和同学们 续道一遍 实际上在 你说有没有特例呢 有 我就担心有的在线的学生 听了课了以后就在想 你说快速路没有灯控 怎么 我所在的城市就有 我说的是绝大部分 我所在的上海也有 上海的内环 在上海体育馆附近 有一个路口 这个快速路呢 内环上就有灯控 它是要不同的流量形式和要求决定的 但是我们为了硬考 我们把典型的形式提点随 我们以灯控 来区分快速路和主干路 对于我们硬考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就要次干路 次干路呢 是城市区域性的交通干道了 它为区域交通集散服务 所以标签出现了 兼有服务功能 你看我们快速路 讲到主干路 从来没有提到过服务俩 但是讲到次干路 才说它兼有服务 单选一分 这一分的单选我们就挑出了 然后结合我们刚刚的主干路 组成干路网 和主干路结合组成干路网的是谁 单选一分 也是次干路 好 所有我们同学们都能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实景图片 我们这里有车道 有非机动道 然后有车道 有机动车道 有非机动车道 旁边还有人形道 所以它是个混型的状态 这部分和我们主干路 往往是分割的状态 它会一样 对不对 它是混型的 因此我们说次干路 它要提到了一个服务的功能 那么第一次出现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份单选 支路呢 它就是为次干路与居住的小区 还有呢 工业区 交通设施等内部道路的连接线路 这个时候 解决局部的地区交通 那它的标签在哪呢 叫服务功能为主 单选考一份啊 服务为主 不一样了吧 次干路叫兼有服务 支路呢 就叫服务为主 每次讲到这个支路啊 我就喜欢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你上班下班 出了那个写字楼以后啊 你这个办公楼 所在的工业园区 有小路吧 包括呢 你下了班回家 你住宅所在的小区 也有小路吧 这些都是支路 为什么说这些是 以服务功能为主 它的主要目的是 你下了班 然后开车要回家 那么它要把你这个车辆 你开的这条小路 连接到大路上 你好开车回家 是不是啊 然后晚上休息以后 第二天早上上班 那你离开家 上了车 你要开在小区的这条小路上 开出去 离开小区 目的要去上班 它的目的 要你把这个车 引导到大路上 好让你去上班 是吧 所以它的目的 就是把你从居住的小区 工业园区 你这个小路 连接到大路上 就是为了这个服务功能而存在 所以它当然就是服务为主 对吧 就是从小路连到大路上 好让你上班或者回家 那么当然服务为主 单选一分 我们就选置路 那么就像这种 住在小区里的小路 这典型的置路 好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图意 给同学们加深一下印象 注意 我们有很多城市 有这样的一个平面图 它的图往往用不同的颜色 标示出来 我们不同等级的道路 你看我们首先就按照我们城镇道路的分类来讲 公路和我们的市政专业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说了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僵硬的快速路 在这里 它用这个颜色字体带出来 可能同学们看到这个屏幕的字体比较小 这里我们有快速路 大而言之 我们这个快速路 你看往往形成这种环路的形式 我们这里能找到快速路 然后在我们这个图里面 这个图里面 它有用蓝色来表示的 什么呢 蓝色表示的呢 就是主干路 所以我们说快速路呢 叫完全交通 这叫个完全交通 而我们的主干路呢 是叫个交通为主 再放下 这个橙色的 橙黄色吧 这就是次干路 那么这些次干路呢 就是兼有服务 好 还有一条一条绿色的呢 那就是小路了吧 这条一条一条的绿色的 小路 就是为了把你车辆引到大路上去 所以呢 它叫个服务为主 那么同学们能够理解这样的区别 通过这个图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部分的单选第一分 能够拿到分就可以了 好想来汉字三 城镇道路路面的分类 这部分城镇道路路面的分类呢 汉字库夫二 按力学特性分类 注意 汉字库夫一 我们推荐大家看 包括呢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版教材呢 好不容易把那个气块路面加进来了 二年又把它删掉了 删掉就删掉 反正它也不会口 我们就直接去看汉字库夫二 按力学特性分类 这部分呢 分类有两个结果 一个叫柔性路面 看这个名词就知道 它比较软嘛 所以它叫柔性路面 既然比较软 受到外力的作用 你说它变形大 当然是大 所以同学们好理解啊 就不用去硬背 刻在作用下 你看它产生的弯称变形就比较大 所以啊 弯称变形 也就是说你这个车轮一样 是不是向下弯呢 是不是产生了相应的沉降呢 因此我们把它叫一个弯称变形 因为它比较软嘛 弯称变形就比较大 而它变形都大了 强度能大吗 强度小 但实际上啊 强度和变形并没有因果关系 同学们学过结构力学 或材料力学的话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强度 是材料或结构抵抗破坏的能力 但是为了让同学们记住这一个考点 因为它不会考案例 这句话也就考出学的题嘛 同学们把握就好 所以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层面上 模拟想象也可以 分数拿到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认为它变形大 那么强度就小了 那么在反复的贺载作用下呢 它就会产生累积的变形 而因为变形过大 柔性路面才会产生破坏 所以它的破坏取决于 又能考多选 所以取决于极限垂直变形 对啊 我们说它车轮一样 是产生的弯称 那你说这种沉降的方向 是不是就是垂直的方向呀 也就是说在垂直向 它的变形的极限值有多大 那超过它的极限值 不就会产生破坏吗 就这个道理吧 还取决一个弯拉应变 同学们要明白啊 一旦它变弯 是不是下表面积就扩张 下表面积扩大 下表面就受拉嘛 所以此为弯拉 在弯拉应力下产生的变化 这叫个弯拉应变 因此我们说柔性路面 取决这两个因素 我再仔细的去解释它 当然了 我没有用术语解释 在我们的教学的实践经验当中 我们认为术语解释 有些同学的接受上 还是有一些混乱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讲到 空出用读音 空出易懂一点 那垂直上的变形 有没有超过极限是一个 第二个 因为术弯所以产生了拉力 那么应对于这种弯拉的应力 它产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两个取决于 可以考虑有提 好 马上来对比 它有一个刚性路面 这个刚性路面 马上就跟它反过来了 有柔就有刚 这个刚性路面 看名字就比较硬 所以它产生的是反体作用 有个路面板 对它这么硬 我认为扛弯拉强度 它就大了 强度大 我们感觉变形不就小 没问题 所以呈现较大的刚性 给它取了个名 叫刚性路面 那么这种刚性路面的破坏取决于什么 单选就考一分 叫 极限弯拉强度 好 我刚刚才讲是 我刚刚解释过了 强度是材料抵抗破坏的能力 所以它外部的应力 已经超过了它抵抗破坏的能力 当然它就会产生破坏 对刚性路面来说 就常说的断板 是吧 超过了极限弯拉强度 可以产生破坏 因此在我们今年的进展班当中 我把它俩对比解释一下 这么来看 刚性路面 存在破坏力的能力 主要取决于强度 所以这个名词我们说了 是抵抗破坏的能力 而柔性路面我们刚刚说了 它的存在破坏力取决的是 刚度 实际上是看它抵抗变形能力的大小 或者是强弱 一旦超过了它抵抗变形的能力 它又会产生破坏 比如说柔性路面的均力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图也能看得出来 你看同样的贺载大小下 压到我们的刚性路面上 明显它的变形是不是就小 就是因为它的强度大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通过这部分的图的对比 你看我们的柔性路面 产生的变形就比较大 而从我们看到这个示意图来发现 我们的柔性路面的代表 就应该是力清力的路面 而我们刚性路面的代表 就是水泥混凝土的路面 好我们教材原文也有说 我们柔性路面的主要代表 就是黑色路面 各种力清力的路面 而我们刚性路面的代表 主要是我们的白色路面 是吧 是水泥混凝土的路面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2014年 我们意见实证专业这道单选 在形成贺载作用下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力学特性 说法正确的是 这个水泥刚性路面 是不是刚性的吗 水泥混凝土路面 它是刚性路面 那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注意啊 刚性路面就比较硬 硬的话 变形怎么可能大呢 肯定是小了 既然小的话 我们认为它强度就大了 所以D也错了 当然我们同学们就知道 它选的是C 没问题